-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胡啊 你看看我這一套 這套西裝是不是很OK啊 - 你看得很棒啊 - 我也覺得很棒啊 -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很難看 - 是這個意思嗎 - 你真實在嗎 - 怎麼可能 我剛剛走過來一路上 - 大家都說我好看 給我比讚 - 怎麼會難看 - 你真實在嗎 - 我很認真的 -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 你怎麼 - 是這個意思喔 - 蛤 - 那你講講看我全身上下 - 到底哪裡不OK - 當然是臉囉 - 西裝是不是 - 對 - 你西裝就是 - 那是信義房屋跟國交農合作啊 - 那是有什麼 - 那麼信義房屋玩店長咧 - 信義房屋好好喔 - 剛剛講一些鼓鼓乖乖的英文是怎樣 - 話中有話是不是 - 不是 你不是從加拿大回來的這些 - 你應該聽得懂嗎 - 我講 - 要講幾遍 - 我是加拿大 - 你不是叫 - 粵語系嗎 - 加拿大粵語系 - 加拿大不能學粵語 - 可以 - 可不可以學粵語 - 尤其是在文革話 - 對 對 - 對 - 粵語系的嘛 - 而且你不是叫Vincent嗎 Vincent 對啊 - 他現在改名叫Kenny Kenny - 什麼Kenny Kenny人 - 沒有改 - 沒有改 - 對不對 - 我們要講說你要小心 - 有的時候 - 他那個英文啊 - 或者是歪國人稱讚你的時候 - 不一定是好話 - 因為他們就是雙面人嘛 - 對 - 這麼直直 -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 行萬里路 - 讀萬卷書 - 精通各國語言 - 超優秀我們台灣團代表 - 歡迎三位 - 當然一句話都不肯好好說 - 罵人不帶張智 - 心機有夠重 - 我們聯合國型男就是你們 - 歡迎 - 英文在世界是最通用的語言 - 而老外的英文也常常話中有話 - 帶著別的意思在罵你 - 今天就來破解他們哪些常用對話 - 隱藏著特殊的海蜜吧 - 其實有很多的話 - 我們聽起來 -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樣 - 聽起來好像是在稱讚嗎 - 聽起來都很合理啊 - 對不對 - 有沒有什麼外國人常說的英文 - 台灣人很常誤會的有沒有 - 也有 - 當然有幾句啊 - 特別是我們剛來台灣的時候 - 每一個外國人會先學到的 - 都是跟吃的跟喝的有關係 - 所以那一段時間 - 我在學中文的時候 - 我就是特別去 - 可能每天都跑去買一些飲料 - 練一下我那時候學的中文 - 那就是剛好那一段時間 - 我旁邊有一位台灣的美女 - 然後就開始跟她聊天 - 然後就說hello - 你好嗎 - 說我好嗎 - 然後跟她就是稍微就是 - 就隨便跟她聊天 - 好敷衍 - 但很敷衍嗎 - 就是跟她聊天一下 - 一個正妹不行嗎 - 就練一下我的中文 - 那時候我就是用英文跟她聊 - 然後就聊天 - 什麼什麼的 - 什麼什麼的 - 然後說 - 講完之後 - 我就怕時間不夠 - 我等一下要上班 - 然後就跟她說 - 不好意思 - 你有時間嗎 - 她說 - 我不知道你 - 為什麼 - 我無法跟你約會啊 - 為什麼她有票 - 她以為 - 她以為你 - 你在問她 - 你有時間嗎 - 你有時間嗎 - 我是真正的問她 - 時間 - 現在的時間是現在幾點 - 但是她的意思就是 - 她誤會 - 就是覺得我在問她 - 你有沒有時間跟她約會 - 你有時間嗎 - 跟妳有時間嗎 - 是不一樣 - 多加了這個the - 跟沒有這個the - 是差很多 - 英文 - 英文我們可以說 - 你有時間嗎 - 沒有人在理你們英國人 - 你剛剛說了什麼 - 你剛剛說了什麼 - 蛤 - 算了 我聽不懂 - 反正 - 你有開始對話 - 因為有時候 - 連就是打個招呼 - 還是可以很麻煩 - 因為 - 像在課本裡面 - 都在學習 - 說 - 你好嗎 - 你好嗎 - 你好嗎 - 對 對 - 然後可能現在已經覺得 - 噢, What's up - 這種東西可能比較現代一點 - 課本沒有啦 - 課本不會教這個現在 - 課本不會教這個現在 - 對,已經沒在說 - 其實 - 所以 - 我的 - 我覺得會讓人誤會的 - 是一個 - What are you saying? - What are you saying tonight? - What are you saying tonight? - I'm good, man - What are you saying? - What? - 你看 - 還是那個是 - 加拿大的 - 亂用我們的英文 - 正面都在說 - What are you saying? - 等於說 - What are you doing? - What's up? - 那通常你 - 你聽到這句話 - 一樣你就要回答說 - Nothing - Not much - 就跟What's up - 一樣 - 我覺得 - 為什麼你們要搞那麼配雜呢 - 為什麼你們要搞那麼配雜呢 - 沒有,不是這樣 - 這邊 - 多少人講英文的 - 大家都聽不懂你講的 - 所以 - 美國跟加拿大是分開的 - 沒有 - 沒有 - 我也是加拿大的 - 我就沒有聽過 - 我沒有聽過 - What are you saying? - You know what? - 真的是這樣 - 而且我覺得這可能 - 比較一個嘻哈的說法一點 - 我不知道 - 但是真的是常聽的 - 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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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比較嘻嘻哈哈 - 所以就自己創造這句話 - 沒有,其實不是 - 其實我可以 - 嘻嘻哈哈跟嘻嘻哈是不一樣的 - 會是不一樣的喔 - 不一樣 - 黑黑啪啪啪 - 沒有,因為通常你講 - 你如果講說What are you saying? - 感覺很像是被質問 - 質問說 - 你到底在說什麼 - 對… - 講什麼鬼東西 - 對… - 我台灣朋友真的會誤會這個樣子 - 所以之前代表 - 不只台灣朋友 - 全世界宇宙的人類都會 - 全場都講話 - 全場都講話 - 當然,我跟你講 - 我跟你講問題是在哪裡 - 他是把一句黑人話變成白人會這樣的說法 - 所以沒有人聽得懂 - 什麼你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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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杜麗,那你們的 - 什麼你講的 - 是什麼意思 - 是跟他們一樣的意思嗎 - 就是他們現在講的這個意思 但是他的講法是 好爛 白人會偷用我們黑人的說法 我有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真的開始跟我講 他今天晚上跟所有人說的話 其實一開始我就覺得這樣很好笑 比方說 我跟杜莉 你知道杜莉他最近就是回家 有看家人啊 媽媽都很好 然後我去看傑斯丁 傑斯丁就說 最近口袋有點緊這樣子 然後就 你舉得膩 好符合現實生活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字 很簡單 也是台灣人常誤會 跟我點一下 I'm sorry 台灣人很愛講Sorry 這個字是可以在很多狀況之下用 比如說借過一下 對不起 道歉 不好意思 借過一下不是都說Excuse me嗎 也可以說Sorry 對不起 對 都可以用 但是只有一個特別的狀況之下 會讓人家誤會 在人家過世的時候 特別是台灣人會誤會這個東西 像之前我跟一個朋友 我們去搬一個阿姨整理他的家 他有很多東西要丟掉 然後我那個美國朋友 他就想說 阿姨 這麼多好東西 你為什麼要丟到 丟掉 然後那個阿姨說 因為我最近先生過世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不用了 然後我那個美國朋友就說 I'm sorry 然後說 你對不起什麼 他說 I'm sorry I'm sorry 然後說 你對我老公做什麼東西 就是很尷尬 好像我那個朋友是 嗨 他老公過世 其實他就很尷尬 對 台灣人都會這樣說 So sorry for your loss 也可以 對 對 對 但是這個是台灣人誤會這個意思 喔 以為Sorry只是說對不起 對 像你們中文有皆愛順便 還是說他們英文名就叫Sorry I'm sorry 沒有這個名字 沒有名字 然後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個 也是跟I'm sorry 一模一樣 My bad My bad 我的錯 My bad 也是一樣可以在 幾乎 就是可以同用啦 幾乎所有的事情 只有在商裡 人家過世的時候 不能用 My bad My bad 像我一個台灣朋友 他是從小 學那個英文 然後那個老師跟他說 Sorry跟My bad 是同用的 一模一樣 它不一樣了耶 字面就很明顯了 這個怎麼會這樣講出來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結果 My bad 撞到一個人 I'm sorry My bad 就一樣的意思對不對 那我一個台灣朋友 他去美國的時候 去學英文 剛開始學啦 然後他就剛好一個 一個朋友 也是美國人 他有一個親戚過世 然後他聽到這個親戚過世 他就說 My bad 有關他什麼事啊 我的錯 我的錯 對啊 超級尷尬 所以是他殺的對不對 對 是他殺的 還是說他真的是在 你知道嗎 真的是在講 make a confession 對啊 對 他自首了這樣 對 我也遇過這種會誤會的 之前因為外景嘛 我們就到處跑 然後我在所羅門這個地方 就遇到一句話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不懂這意思 然後我們是 我們在一個所羅門的島上 然後那個攝影師 晚上大家收工啊 然後攝影師說 欸我想抽煙 可是這邊哪裡可以抽煙 我們就找一找 我就看到一面牆上 就寫了 smoking free 然後我就說 就是在這邊抽煙 不用錢 對 類似是這個意思 不會被拔起來 然後我就說 OK 這邊可以抽啊 這邊可以抽 然後他就在那邊 直接點起來 一點 就被一個當地人就說 欸 What are you doing 然後他就指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只看到字 他就指一下 旁邊就有一個這個標記 Logo 然後就寫了說 smoking free area 然後 寫了一個禁止錫言 那時候我當下超confused的 然後回來還問了很多台灣朋友 但70%台灣朋友 不知道這是禁止錫言 你就寫No smoking 對嘛 就直接寫就好了嘛 那個圖啊不夠明顯吧 不是 那你看不懂那個圖嗎 看不懂 沒有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圖 一開始還沒有這個圖 只有字 所以我當下是覺得說 人家以為說 不能在那裡點蚊香而已啊 誰在那裡點蚊香啊 蚊香有什麼關係 不要那麼直接說 Do not smoke 就是要smoke free啊 比較nice的意思 就是比較有禮貌的 這個小時候 我在多國一直誤會 因為在多國我小時候 看一些標準就寫 No smoking 所以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就開始抽菸嗎 不是 重點放錯啦 我一直以為 那邊不可以穿西裝 因為我們在德國 西裝叫smoking 所以No smoking 我以為 我以為穿外套 smoking 很假的 英國也是smoking jacket 對 可是德國 smoking就是整個西裝 對 所以我以為 那個地方不能穿西裝 剛才講這個smoke free 那個free到底是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很confused啊 free就是mail的意思 沒有煙啊 smoke free 這邊不能有煙的 賣東西的free就是mail費用 那個smoke free就是mail煙 對 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詞也是跟食物有關的 喔 還有 就是 It's a piece of cake 大家都知道吧 對啊 像是還是有人不知道 小意思啊 因為我最近很常跟夢多在健身 然後 沒有別的朋友了嗎 對啊 你怎麼這樣物入俱途呢 吳浩璇 有一次我在跟他運動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這個重量你OK嗎 我就說OK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It's a piece of cake 你為什麼跟他講英文 沒有 因為這個很容易大家都會用啊 他連小屁都會耶 喔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我講完過後 我夢多就很氣 他就說 居然是肥死你啦 然後就說 只會想著吃 一直吃 他以為你要吃蛋糕 對 所以他還是不知道這個什麼意思 這應該很容易吧 Piece of cake 但是很容易的英文夢多也滿懂啊 他不知道 夢多不知道 這個我好像聽過夢多說 It's a piece of cake 沒有 他講 他講不代表他聽得懂 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講講 就對了 他是一堆亂講的 一塊小蛋糕大家應該知道 Piece of cake 就是很容易很簡單的事情 小菜一碟啦 現在想我覺得好笑 因為好像英文是用很多這個食物 來代表的東西 像我們有這個 Butter face B-U-T-T-E-R 奶油臉 對 為什麼Butter face又是什麼 Butter就是奶油對不對 Butter face 但我們說這個女生是Butter face 就是 Everything looks good But her face 從這邊下就很好 這邊下 除了可以玩豆腐很好看 除了她的臉之外 這是我們講的什麼 頸部以上切除那個意思嗎 就是剛才小珍形容那個 小楊哥的意思 謝謝Ruby 謝謝 可是如果Butter face 用在男生身上的話呢 Butter face boy Butom face 之前我朋友是叫我Butter face 因為小珍之前是說 想要聽我英國牆 我的英國牆就是不要看我的臉 所以我現在我朋友都是說 Tom你是Butter face 我說可以 可以 我是來台灣不久的時候 跟一個台灣同學聊天 我就跟他說 台灣的天氣真的不適合我 我很容易 就是一直流鼻涕 一直打噴涕 然後我就說 一句話就是他很容易以為 就是 It's a pain in the ass 或是It's a pain in the butt 然後 那個同學就說 蛤 鼻子過敏 你會屁股痛嗎 為什麼 不是啊 那個就是說法很麻煩的意思 這個很麻煩 痔瘡要看喔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次去那個 便利商店 走出來 然後就看到有一群那個 應該是兩三個那種 就是來台灣學中文的那種學生 然後你知道他們沒有錢去Club嘛 他們就會先到那個便利商店外面 然後先買一些酒 自己把自己灌醉再去玩那種 然後他們就在外面就開始學那種黑人講話 Yo what's up Yo man oh my god 然後開始講 他就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非常讓人家誤會 就是說 Yo man the party we're going That's gonna be sick man That party's gonna be sick Yo 就講到這個字 黑話嗎 Sick That party was sick 或者是 That DJ is sick 這個S I C K 非常非常容易讓人家誤會 然後旁邊就看到另外一群 也想要出去玩的那種台灣人 他們完全聽不懂 然後就開始講說 為什麼他們一直講 有人要生病 然後去看 對 就是那個派對 很多人生病會傳染 對 然後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只在旁邊覺得 我到底要幫誰呢 因為我覺得 到底要怎麼跟他解釋 但是這個字很常很常用到 很多人應該都聽過嘛 對 因為我之前遇過一個 就是 就是加拿大朋友來台灣 然後我們見面的時候 他就看到我 就那時候穿了一個新鞋子 他說 Wow you get a You get a sick shoes 我這樣想說 怎樣這麼久沒進 就要搶我鞋子就對了 然後他說我鞋子很酷 對對對 其實英文有很多這種 其實他有點像反話 因為其實sick是不好 就是想之前 我朋友他剛買新車 非常好 這是一個 Like a Benz CLA 然後所以我們在坐他的車 就聽音樂 然後居然他說 他用英文 通常我們會用中文聊天 然後不知道 可能他就 What do you think you know I'm like Man It's tight It's tight 然後一直在 居然鞋我車很小 還有另外一個字 我覺得很常有人誤會 就是 有人會講說 Yo this is the shit man 就是 S H I T 其實意思是說 這個是現在最夯的東西 其實 重點是你加一個the 在前面 你說這個東西 Shit 不好 你說這個東西 The shit 對 不一樣 對啊 為什麼 你要指定他 就會比較好嗎 真的很奇怪 但是如果有人跟小梁哥說 Look tight 就是真的你很 You tight Yo 等一下那樣子 大家可以 是很和聲 很fit 很冷藝 Yeah 小梁哥 You are the shit Woo The shit 這怎麼可以這麼怪 怎麼可以講 還是怪怪的 You are the shit 你們為什麼加拿大人 要把英文搞得這麼亂 你怎麼加拿大人啊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 我們也就是英國 把我們丟掉了 然後我們就在森林裡面 發明的 自己裡面 對 在森林裡面發明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英文裡面真的有很多字眼 會讓家搞得很 你知道很迷糊 像剛剛杜蒂一開始 他不是講說 常常會用一些吃的東西 來形容一個狀況是什麼 像我就聽過什麼 Go banana Go banana 或是說 Cool as cucumber 我就覺得 為什麼東西都要跟那個 Banana搞在一起 什麼意思 Banana Banana Go banana Go banana 你知道嗎 我遇到這個Go banana 這件事情是在有一次 我朋友他們就跟我講說 說欸 那個 你最近好像 譬如說 我跟Ruby 最近好像很熟 然後可是Ruby呢 他很害怕 番茄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他面前 講到番茄的話 他就會Go banana 我說 番茄 Banana 他是比較喜歡Banana 還是什麼的意思 我就聽不懂 你知道嗎 我想說 那不然就以後在Ruby面前 我都不要講 Tomato跟Banana 就好了 結果後來還知道說 原來Go banana 是很犀絲底底 對 Go in Hysterical 那種感覺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會用Banana 這個要問杜蒂 對啊 這個跟杜蒂有什麼關係啦 不是黑眼創造的嗎 不是 這個不是 但是可能是因為 對 有 那為什麼不能說Go Monkey 有 Go Ape Go Ape Go Ape Go Banana Go Ape 對 就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發放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是不好的 對不對 是可以啊 如果你看到 我愛這個點名明星 我就是Go Bananas 喔 就是這樣 所以你應該看 Hu Jack from Go Bananas 聖誕節的時候 小朋友就會Go Bananas 所以你今天戴Banana就是 I go Bananas 就是Monkey 小梁哥 is gonna go Bananas 其實我自己本身整條 也是個Bananas 真的 對 他們是 有有有那個 川北誤會的 就是 他原本的意思 你會誤會是 閉嘴的意思 Shut the Shut the B up 好不好 Shut the up 但是 你不要誤會 它是 閉嘴的意思 它就是 我不相信你的意思 所以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聯繫一下 那個 Mondo的英文很好 Shut the 那就是這樣 但是我之前 我一個美國朋友 我們在夜店的時候 他跟一個台灣的男生聊天 那個男生就一直一直說 然後他說很奇怪的事情 我朋友就說 Shut the 那個男生就說 No I will not shut the I will not shut the 就開始就這樣子 又要跟他打架 就說 你幹嘛跟我 沒禮貌 這樣的 直接跟我說 閉嘴的話 我們會講中文的 就跟他說 可以冷靜 結果他就是說 Shut the 意思就是 他不相信你的 就說屁啦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Get out of here 跟英文的 Get out of here Shut the front door Shut the front door 對 那個比較有禮貌 Shut the front door 聽我那種女生 有沒有 高中生女生在講說 我男朋友真的很帥 他昨天還帶我去哪個餐廳 Shut up 對 No I will not see 但如果有時候 真的是這種狀況 如果女生說 Shut the F**k up 他可能真的 意思是說 你可不可以 Shut up 閉嘴 所以 所以講同一句話 要看一下人家的表情 就對了 對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是古老一點的 是從英國傳過來的 叫做 Break a leg 對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把人家腿打斷 對啊 這樣子才會打瓶嗎 這樣人不太好 對啊 是真的要Break a leg嗎 後來其實好像不是 他們是說在以前 譬如說像莎士比亞那時候 舞台劇很流行 然後演員就是 後來越來越受到尊重之後 他們說如果要助一個人成功 就是說你向這個演員上台去表演 那他們最後不是表演完了 然後要跟這個觀眾行禮 因為要很棒的表演 大家才會羨慕完 他們就會做這個 Courtesy的這個動作 然後這隻腳伸出來 就好像是腿斷了 喔 所以叫做Break a leg 是這個意思 對 他解釋得比英國人還清楚 對 謝謝老師 哇塞 其實在英文中還有很多是 我們剛剛說誤會 還有很多是反話 反話 對 講反話 像是 好 我舉我第一個例子好了 這個很簡單吧 大家也常聽 非常興趣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就是 之前我冒險王的時候 我們有一次去瑞士 瑞士大家早上拍完 晚上在社交 在吃飯的時候 會有當地的官員 他們就會好奇 中間聊聊天 然後聊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有沒有吃過什麼特別的食物 那既然都這樣問了 我馬上想到的就是那些 很古怪的食物 像照片這個 這是馬來西亞的一種 碩額蟲 對 碩額蟲 撒額蟲 它是高蛋白 然後 然後我當家還有照片 我就給他看說 這個東西 這個很特別 然後他就 邊聽 然後就擺一個表情 就說 OK 非常興趣 但當他聽我就覺得 你覺得我故事很好聽嗎 那為什麼你表情要這樣子 就原來 他不是 表面上這個意思 一點也不有趣 一點也不有趣 他就覺得說 非常興趣 對 是反話的 對 當然有很多英文就是 當然會有一些反話 像這一句話也是 也可以講在反話裡面的 你可以試試如果想要 這個就是 在表面上就是 這麼好鼓勵人家去做啊 對啊 我也可以這樣子說 但是他也有其他的意思 你要看他的語氣 他用什麼語氣講 然後就例如說 我很久以前有一個嘉義朋友 第一次要出國玩 那時候連高鐵都沒有 就是要坐那個客運 從嘉義 然後你要先到那個 中立的專輿站 然後再去桃園機場 然後他就問我 那幾點要出門 然後我就說 你應該是最晚最晚 下午三點半 要坐公車到機場 他說 要這麼久 我說對啊 你至少要抓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這樣子比較安全 他說 應該可以坐四點半 然後就 然後我都說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啊 你試試看 就是你來試 不想要負責 對 你可以試試看 結果 他坐四點半 真的來不及坐飛機 對啊 就是害到自己 所以我沒有要跟他講 你可以試試看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試 我知道 就是說小郎哥如果說 他想要轉型變歌手的話 就說你可以試試看 對 對啊 像他上次跟我講 他覺得他的外套太大 他想要再換一個 翹一點的尺寸 你可以試試看 你試試看 好 好虧喔 意思就是說 你給你主媽試看看 對啊 他已經 通常要講到這 已經不想聊了 對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一個字叫 特別 對 像我之前就有看過一個男生 他非常非常開心的 去跟他朋友講說 我的天啊你知道 我終於收集到 我專門去排隊 收集到那個星際大戰的所有 那個玩偶 我都收集到囉 然後他朋友去回答說 哇 你很特別 對啊 對啊 放大 你的嘴唸 其實看你的表情 就大概能猜到在幹嘛 然後你男生很開心 就說 我知道 你知道 那種感覺這樣子 你那朋友是不是姓梁 有在收集星際大戰 沒有 你好適合演 你很特別 我覺得Ruby很適合演車長小姐 小亮哥你講到車 你是不是 坐特別的巴士過來的 對 正確 你是不是坐特別的巴士 這句話經常講喔 好誇張喔 就是那個人家在講說 就是比較 智商不足的 他們都會有一起的 一個 所以小亮哥 對啊 所以小亮哥坐特別的巴士來的 為什麼用巴士來形容 而且我跟你講 還有另外一句話 不要隨便講 我媽媽說我特別的 這句話不要隨便講 OK 只有你媽媽 平常就智商不足啊 這樣OK 然後大家真的就是 You are so special 好奇奢 因為你講這句話 人家會覺得說 你就是智商很低啊 就是啊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我很特別喔 對 沒錯 感覺中文沒有很多 反話跟諷刺的感覺 但是在英文 我們很喜歡就說反話 不會啊 就像我們剛剛講說天才 他說哇 阿龍你講到真的好天才 對 阿龍我們也很常跟你講啊 阿龍你好帥好好笑 真的 這是反話嗎 這是反話嗎 你要看一下表情好不好 沒有 但是想我們也有一個是類似 我們會說 Oh Did you figure that out all on your own 又一樣就是 討人很笨 而且通常在前面會加一個 Really You figured that out all on your own 這個臉好討厭喔 然後再加一句 Such a genius You are all by yourself Special Oh Your mom must be thinking you are very special Special Oh 這些真的都可以加在一起 之前我朋友的喇叭就壞了 就有人撞到 然後就是他很生氣 大家都在就是抓他的頭髮 大家都沒在說話 都等他會有什麼反應 然後你知道有時候 當你的語言能力沒有那麼強 你都會講得很直接一點 所以台灣朋友都說 I think you have to buy a new one 我朋友就很生氣 成人 Really You figured that out all on your own 他連這個表情都不知道 對啊 對啊 在話 對啊 那英國 我們不用表情再 那個聽得懂 那個是繁華的意思 我們更愛繁華的 比美國人跟加拿大更多 你們就是說 Did you figure that out on your own 我們就是 Did you figure that out on your own 就是不用表情 就是不會演得出來啊 對 那是比較討厭的樣子 對 討厭的啊 但是他是內心的啦 對 不是我是英國人啊 我覺得只有這個問題 我們德國人都這樣子說 每一句 每一句就是開玩笑的 但是你們每次都以為我是認真的 然後你們還一直說 我沒有用摩感 不過我在德國開一模一樣的玩笑 他們都聽得懂 其實 Really Wow So special What a genius Interesting You are the shit 如果 如果你聽到一個英國人說 I like what you said about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你可以誤會他的意思 就是那些反話 他的意思不是 我喜歡你講到那個是很有趣什麼什麼 而且因為你們講這些都沒有表情 所以大家會覺得真的是那個意思 對啊 就感覺你們真的就是難相處耶 真的 下一次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狀況 英國人跟你說 I like what you said 你就說 Really Really 拜託真的嗎 還是你騙我 就是這樣 誰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累 所以為什麼要這麼難相處呢 不然不然你會誤會的我覺得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你這樣子講的話呢 會怎麼說 That's the sh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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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結果我還有遇過一個 這也很簡單 台灣人真的很常用 就是 That's too bad 喔 That's too bad That's not bad That's not bad That's not bad 對 That's not bad 這個是 我舉個例子 我之前跟兄弟們在打球 那我們打球的時候 可能籃球快攻到這邊 然後被對方犯規 那球沒進 那我們可能說他可能沮喪嘛 我們就說OK That's not bad 那就是安慰他說 沒關係 至少球權還在我們這裡 結果有一次就遇到一個外國人 我們外國朋友來一起打球 一樣類似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當然就這樣跟他講啊 結果他就生氣了 然後當然就非常的不爽 他以為我們在嗆他 但是就 你看對我們來說 That's not bad 負負得正 所以他是好話 但是其實在外國人來看起來這個是 是嗎 That's not bad 我覺得 也要看語氣 對 也是個表情 That's not bad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在中文說 他說不錯 其實是很好 很好 是嗎 不是嗎 比 就少B還可以 是因為我們修不出很爛 所以知道說 不錯啊 不錯 我覺得也要看你的語氣 你知道 對 是第一次喝過什麼酒 就是不好喝的就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good 好意思 That's not bad That's not bad 繼續喝 That's not bad 還是看表情跟語氣 對 沒錯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提醒你 如果外國人真的 對你在講這些 以下他們要說的這些話 就代表 他真的在罵你 這個很重要 對 誰要先罵 我 我 就是 西方人 或是美國人 最愛用的一個 No offense but 對啊 我覺得這個No offense 不管後面講什麼 就是要take offense就對了 對 No offense but lots of offense 我不想攻擊你 但是怎麼樣怎麼樣 No offense but you're stupid 對 那我之前跟一個美國人討論 我在台灣做什麼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是上節目啊 所以我有開粉絲頁 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說 No offense but I think people who feel like they have to have fan pages are kind of egotistical 就是 我不想攻擊你 可是我認為 需要開粉絲頁的人 好像很自大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你不想攻擊我 可是你那句話 明明就是在攻擊我 是 那莎莎你真的很自大 對啊 但我要補充這個 No offense 這個是我最討厭的一句話 因為就好像他剛剛講的 不管你說 No offense 但是後面 會讓你很不開心 你會介意 像之前我一個 台灣朋友 在讀大學的時候 然後他在很多朋友的面前 說 No offense but your nose is crooked 就是 No offense 但是你的鼻子歪了 這 No offense的意思 那個就是說 我真的很不想這樣說啦 但是你鼻子歪了 對 就是他這樣 前面在幹嘛 你不要接我現在要講的話 不是 我不喜歡說 我整個氣死 對 然後我就 我就氣到 我就有自然的反應 我說 No offense but your whole face is a problem 對啊 對啊 你為什麼要把你跟小梁哥對話說出來 怎麼看我 像 如果你有一個很白目的德國朋友講話 太直接太白目 你就把它拉到旁邊 我 我隨便哪一個人 我隨便哪一個人 就說 你少來了 No offense but you should change the way you speak 我隨便哪一個人 那如果 如果你遇到一個白人 然後鼻子很長 但是真的是歪了 對 對 我要怎麼 你要怎麼跟這個人講 你要怎麼講 對 就說Seriously You're Nelson's Cricket It's Cricket 前面接Seriously 就好了 你不要加前面不會那麼生氣 我就直接說真的 OK It's Cricket But my mom says I'm special 所以如果媽媽如果講什麼話 你都相信的話 那你就真的實在是太 naive了 好不好 其實這個字我覺得 從以前到現在 這個我們國中就學到了嘛 naive 它這五個字 可是大家都覺得說這個字是很天真 無心的 對 也可以 也可以 可是就是人家講說這個女生好 naive 她看起來好無辜喔 好無害喔 其實這個字不好耶 是喔 對這個字是有點說 You're so naive 你怎麼那麼好聽 傻傻 對 就有一點你好搞不清的狀況 對你好好騙 傻傻的 好傻好天真 對 真的 這個東西又在女生身上比較多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這個 台灣朋友常聽到的 那你可能會誤會我們的意思 喂 Are you serious 真的會誤會 Are you serious Are you serious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講這句話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真笨還假笨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跟你講 我就是發生了一個事情 就是在我們節目 有一個製作單位 就是我每次回去 他說你回去美國 你要記得幫我們 幫我們買多一點這個東西 或是你看到什麼特別的東西 要記得回來 我那一次回去 我買了一箱 都是我自己覺得還滿特別的食物 我們都是在節目要用的 然後帶回家 然後就放在我家 他說 沒有 你這些東西一定要帶過來 我要放在公司 我就說我不要 他說 但是我怕你會吃 我說 我不會吃就是放在我家就好 他說 不行 你這個禮拜一定要帶過來 所以我把那些東西全部 再裝一次 帶回來 來我們的二分之一場這邊 好 你剛剛不是說 某個製作單位而已嗎 我 我 我就是某一個製作單位 對 好 但是 過了一個禮拜 過了一個禮拜 我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到哪個東西 他說 喔 我先跟你說 我那一次我們把你東西放在公司 被公司裡面的人全部都吃光了 喔 喔 你真正確嗎 我很用心地把那些東西從美國帶過來 而且特別去買了一些我自己覺得很特別 但是所有公司的人員把我的東西吃掉 我說 你真正確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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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句是生氣的 喔 生氣的 你真的是這麼笨嗎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 對 她已經跟我說 我不能講出來她的名字 對 可是我真的發現有好多好多英文的講法 其實都是在罵人家笨 真的 像我之前我有看到一個案例 就是 一個人在去的 案例耶 一個案例 對 是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人他去那個 一個那個什麼 應該是fast food 就是那種賣 快餐店 那種快餐店 然後他就是在那邊點東西 然後很明顯 那個幫他的那個女生 動作很慢 因為他可能是菜鳥還什麼的 然後他就一直把東西弄錯 拿錯啦 然後就是算帳也不會 然後那個人就站在那邊 他就講了這句話 他就看著他 這個時候表情非常重要 一樣是表情 他就說 你要不要出LINE的貼圖好了 真的 好適合 好適合 而且 拍你的劍 而且後面 然後那個女生聽到這句話 他就馬上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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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沒關係 然後後面還加一句 Really Are you okay 不好意思 我就不知道 就是這一種 LINE的貼圖找他 好討厭喔 這種都是跟表情有關 而且你知道 另外一種 假設他感覺好像人很好 也有另外一個就是 比如說那個在服飾店啊 也是一樣 他等了很久 沒有人來過來 然後終於這個女生過來幫他了 然後那個 那個女生說 No you know what I'll get some other help ok I think you need help 好機車喔 就是講話是這樣 就是 可能我需要幫你幫助 就是那一種 講話 只要是有關 幫這件事情 這是你個人的經驗對不對 我不會這樣子跟人家講話 但是我是還滿常問人家說 Are you okay 對 這句話是這樣 笨的病嗎 你有病嗎 但是因為 Do you need help 感覺好像是真的 人家在想要幫你什麼 但是其實這句話 根本就是在講說 我覺得你笨到 好像很需要幫忙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門外汗 我門外汗都可以幫你 對 所以真正問人家 如果他要不要幫助的話 是Can I help you 或是 有比較好的自己的 如果他是真的很真心 就說 I can help you It's okay Do you need help 就是很真心的這樣子 也是臉的關係 對 也是臉的關係啊 剛剛 最後講的和善很多 對 其實我可以很和善的好不好 好的 有另外一個字是這個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就是它有兩個 這很重耶 其實它有兩個意思吧 因為 一個是 就是它可以開玩笑的時候 Oh my god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可能可以覺得是你做得很好 但是他就開玩笑的時候不是 一樣又是演那個表情嘛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覺得你做得很爛 然後怎麼會怎麼辦 這機車的表情我們就交給你 Ruby Ruby This can't be done by you 是吧 是這樣嗎 你看就懂了 因為之前我上班的時候 因為要交報告給老闆 所以我就寫好了給老闆看 然後老闆看的時候他就說 This can be done by you 但是我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意思 所以我以為他在稱讚我 然後過後他就把報告丟回來 就說 Reduce and hand it by tonight 然後我才知道那一句話是壞的 就是 在希望我你的意思 在英國的人真的在罵你中 就是如果他們跟你說 Do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mouth 就是 不是不是 這句話整天也要問你耶 他 不是不是 從一個嘴巴跟媽媽親親嗎 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 你講太多長話 你嘴巴太長了 就是你太長了就是這樣 我小的時候在英國 我十四十五歲 還是滿少的 就講髒話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公車站 等公車 我就是看 路邊又一個女生很漂亮 我就看她看她 她突然發現我在看她 她就開始生氣的罵我 就是 What you f**king looking at 什麼什麼什麼 她一直一直罵我 一直用髒話 然後你就回她說 Shut the f**k up 好 不會 她比我大 我怕她會打我 然後 她就是 打我的身邊 打我的臉這裡 就是跟我說 你會看什麼 我就說 Do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mouth 她就直接 打我的臉 一巴掌就過來 對 然後就是公車來 我就跑掉 我就去上公車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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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子拋掉 對 她打我的臉 我就 好 我去公車上 所以她對這句 印象這麼深刻 就是被打一巴掌 對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因為你把那個人的媽媽拿進來 對 你的狀況 像我一個朋友她也是 她之前在紐約很久了 美國也有這一句嘛 對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mouth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mouth 對 然後我們講得比較帥一點 對 然後 Do you kiss your mother with that m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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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很消費消費的講法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英國的演技 我們在加拿來 但是我那個朋友她從紐約過來 然後紐約比較都市啦 所以她們就是 比較習慣罵髒話 然後她來我們家那邊 我就把她帶去 她想要做電影 然後她在看那些電影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邊比較 比較 也不能說漏後啦 就是 就是1983年以後 就沒有進新的電影 對 1983年 好慘啊 所以她進去那個電影 電影的時候 她只看到那些電影都很老 她說 What the fuck is this shit I saw this shit like eight years ago Come on Come on What is this bullshit 然後旁邊一個 因為我們那邊比較保守 旁邊有一個女生她聽她說 You kiss your mom with that mouth 然後那個朋友回來說 但是這個嘴巴 你以為我還要其他的 不然我有什麼 哇 她們就開始吵起來了 哇賽 對 後來我就把那個朋友 拉出來 就筆面被打 對 可是這個我要講一下 因為美國南方啊 她們的教育 都還是比較嚴謹的 然後她們有很多很多的規矩 然後像這個 Do you kiss your mom with that mouth 真的嗎 我看南方公園都不是這樣演 對啊 不是 不是 這跟南方公園還是北部喔 Selthern 然後真的是很 美國南部他們那種 傳統文化比較深厚的那種 就是她們會很在乎說 這個年輕人講話 是有沒有教養的 然後就會說 你嘴巴怎麼那麼髒 你都是用這個嘴巴在講話 在親你媽媽的嘛 而且媽媽的地位在家裡面很重 對 所以其實會講出這句話 已經有點重了對不對 對啊 有一點像那個 你媽媽沒有把你教好 你真的很沒家教耶 你媽媽沒有把你教好 你真的很沒家教耶 其實是不是對外國人來講 要扯到人家家庭 已經是很嚴重的 黑人特別是 你就可以說到 對方的媽媽就是很嚴重的 對 對 就很多的有媽媽的笑話 就是有媽媽的笑話 對 其實我們加拿大 好像 我不知道美國有沒有 但這個是很嚴重 大家真的要注意這個 要小心用這句 GOOF GOOF AROUND GOOF 對 所以這個 對你們有聽過GOOF嗎 你們看到覺得就是笨笨的意思 甚至Mickey Mouse裡面 裡面都有一個角色叫做GOOFY 對 但是媽媽 父母有沒有說 不要當個GOOF 不要GOOF 所以GOOFY AROUND 是真的從高飛來的嗎 好像是 好像是因為 講別人是GOOFY 然後因為GOOFY的角色是很GOOFY 很GOOFY 傻傻 很搞笑的 但是其實 這個詞在監獄文化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你有被關過 所以你了解 沒有沒有 這是嘗試 誰知道 嘗試 對 真的 加拿大的嘗試 你們都不知道嗎 不知道 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 所以其實你說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在監獄 你是 心騷擾 或是戀童癖 或是你是憲民的意思 所以 如果被說成這句話 說GOOFY 那這個意思 就是你 非打架不可 不然你之後 應該會打死吧 就是在監獄裡面嗎 對 但是有些人他們出來 你為什麼要教一些 我們用不到的東西 對啊 我不知道 他也有可能 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加拿大的白人 亂用我們美國的白人 對 沒有 美國沒有這種東西 美國的黑人也不想聽 但是我們一個朋友 我們一個朋友之間又是 Oh man you're GOOFY 但有些人就是會聽的 然後覺得很嚴重 就是 像我之前在WOW TOW 有個表演 然後前面有一個饒舌團 然後他們是比較 Gang一點 好像有一個就剛出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在演出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在觀眾 從下面就 GOOFY 然後他直接下台去鬧場 這個火動被去下 我沒有得場 對 真的是一個很嚴重的東西 所以遊戲 那一個是不是你 真的要小心這個 就是真的 對 所以那個字不是原本是搞笑 不要再胡鬧了 對啊 我以為 可能沒什麼殺傷力啊 對啊 所以你們的意思是一樣嗎 沒有 沒有 我覺得我們真的 沒有辦法有過敏 是因為我們真的都沒有 對 沒有 沒有 真的 但真的有這個意思 所以在美國GOOF 不是像他 這是搞笑的意思 英國的GOOF 就是牙齒很大 牙齒很大 牙齒很大就是說 你非常GOOF 牙齒很大 牙齒很大 但是牙齒很大也看起來很笨 其實都可以去研究 就是Google 都有很多東西會解釋 好 這很重要 所以朋友啊 以後聽到他們 在講這些英文的時候 他就是在罵你 不要忘記喔 你們都很特別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不至於想下次見 拜拜 謝謝